我们是利用那个 就是直接给一个 就前面的问卷调查 然后呢在哪个范围 给后面的范围 然后二跟一都一样 可是问题这个方法 可能你要做十四次才能完成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做一次就完成的话 刚好有一个地方是跟 就是清单一样名称 上面有一个栏位名称 性别 这个性别名称刚好清单里面 它也有个地方 清单里面刚好 这边也有个性别 那如果说我未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能够向右向下自动完成的话 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清单 这个table array 我们刚刚用选的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名称好了 OK当名称的话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刚好那个名称 如果跟上面的栏位名称的话 一样 那我是不是说 干脆我抓这个名称放在这边 他就直接帮我查完 所以我向右 他刚好直接去抓到上面的名称 自动帮我把那个要的资料抓回来 这样会相对快 很多了 所以第一步呢 所以第一步呢 也许请各位就做什么 把清单的名 这个部分定一个名称 前面有讲过嘛 这个如果叫什么叫性别 那我可以先一 先把这个两个性别两个字先复制 也许你游标放A1 Ctrl C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定一个名称 名称的话 把它贴到上面去 性别再少打两个字 直接Enter 贴上记得一定要Enter 好这样的话 以后呢 你选这个范围 它叫性别 也就是这个性别就代表这个范围 也就是你就不需要说 再去选过来了 也不用说 做 那再来年龄也是一样 Ctrl C 记得把这边选起来 然后把那个这个范围贴 这个名称贴到名称方块 Enter 所以这个动作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步1 先复制这个名称 二选下面的范围 不包含上面栏文名称 三贴到这边来 贴上去Enter 这样总共有四个步骤 所以以此类推 每个步骤呢 每个地方总共会有14个名称 那你就做14次就对了 OK 好 那底下的话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做了 所以这边 这边叫月收入 这边叫多久买一次杂志 等等以此类推 那就这些名称的话呢 就分别把它做完 当然确定一下 如果说你那个名称要确定一下 你到底做对还是错的话 你可能要到哪里呢 到那个上面有一个叫 什么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也就是说你名称定义好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性别 它底下这个名称对应到哪个范围 你点一下 这边会告诉你 性别年龄 确定一下对不对 记得那个定义的范围 只要没有定义错的话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一次做完了 记得这个范围 有没有 就是底下这个啦 如果错了 你就改下面的 然后打个勾就OK了 好 这个是用名称管理 如果你要管理里面 或者做错了 像之前有同学 几乎都做错了 你刚才全部删掉重来算了 不然的话哪个地方错 你也不知道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切回到刚刚这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一样 假如说呢 我刚刚那个方式 我要修改里面的公式的话 游标放上面 放在V软数上面 如果要修改公式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 按下那个插入函数的这个功能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帮我把这个公式又带回来 就带过来 那接下来呢 请各位把这个Table Array删掉 做什么呢 按F3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年龄 用 用性 这个叫性别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在这边呢 按F3 把名称带过来的话 那 再来就是 这边的话 A1 特别说 它会去找A1 那一样会把那个 第二栏的字带过来 OK 所以请各位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去管要不要锁定了 因为名称不用 像刚刚要什么 按F4锁定 直接点两项 这样OK 那年龄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边一样把它改成F3 年龄 然后向下填满 但是 现在虽然呢 让名称 可以让公式变简单一些些 可是 如果我今天呢 要能够加快速度的话 好像还是没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 有没有方式 假如我先做一个 那其他不用做了 可是问题你要想说 哪边 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可以让我在更节省时间的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后来我想出来的 这个也是书上的某一个范例 他没有 讲到这边他就停下来 他没有后面的 可是我想说 不对啊 这样好像还是不够快啊 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于是乎呢 我就在想 有没有什么方式 你会发现呢 这边性别 好像跟上面栏位名称 一样 那我是不是说 而且年龄也一样 教育成 所以上面的名称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一个 table array的名称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哦 我不要重新输入 我干脆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直接指向我的上面那个栏位就好了 所以把它删掉 点下面一下 我就直接怎么样 指向上面这个储存格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指上面的储存格 他会帮我把性别两个字 前后加了双引号带过来 而不是刚刚那个是什么 没有双引号 有双引号跟没双引号不一样哦 有双引号的话呢 是两个字 那没有双引号的话是那个范围 那结果你会发现 如果我这样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确定它会出现什么 哦 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table array 一定要怎么样 他这边会显示错误 他说你给我的哦 我要的是范围 可是你却给我一个文字 不是我要 所以呢 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上面的名称文字哦 把它转成范围 那转成范围 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的 所以刚刚是第二个阶段 是定义名称 最后呢 可以用这个函数 那就可以完成 快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做的 一请你先把那个后面的名称 全部都定义 总共有14个吧 第二个的话呢 试着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改成什么 改成用名称好了 F3 性别 OK 那当然你先做一个 做两三个就可以了 那大概知道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还会在这边 把它改成用 inter-ray的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